范如 男嘉宾 你声音这么好听 那很多女孩子都是声控 对 那你这种 有没有利用你这个自身的优势 比方说为你的女朋友 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呢 睡前小故事算吗 算 来一段吧 那我先编一个 这个没有准备 福利时间 你轻轻挪动了一下你的被子 发现我送给你的那只粉色的小独角兽 宝贝该睡觉了 明天的故事明年再告诉你了 晚安 这可以当做零星吗 张玉 男嘉宾 你好 有那种早上刚起来 然后给你问候那个早安的那种声音吗 你就像早晨七八点钟的太阳 该起床了 这有点像学校里边的广播 小喇叭广播站 你看 好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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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